巴西在本届世界杯止步于八强,这也意味着众多巴西国角已经可以就地解散,各自回去,巴西队中一名国角则开始了奔波,他在世界杯后离开所属俱乐部,奔赴更有个人发展前景的联赛舞台。 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被广大中超球迷熟知的中场大将保利尼奥,保利尼奥王者归来,毕竟其在巴萨旅有高光发挥,也让诸多世界级球员开始注目到中超,而对于暴力鸟本人而言,世界杯后回到广州横档,正翻倍的薪资,打更多的比赛,似乎是双赢的局面,在巴萨没有了太多职业前景,也轮位了替补,这样太不体面。 如今荣归广州故里,算是圆满,而且他的职业巅峰期,又征战了世界杯,但是,保利尼奥这一回归不要紧,这也就意味着恒大郑中,必须又多一位外援要离开。 塔利斯卡在世界杯前已经加盟恒大,如今后邀保利尼奥的加盟,也就意味着同位置的古德利铁定要离开了。 此外,由于外援名额限制,另一个外援,韩国铁位金英权,也必须到了离开的时候,而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,铁定要在下窗锁定锦上的两个外援注册名,金英权今年在恒大发挥一般,也惨遭卡纳罗契用,但是他在世界杯上发挥堪称稳劲, 还在小组在莫伦上演绝杀德国的好戏,并且一己之力将德国直接送出局,金英权从恒大离得住,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事情,不仅他带着世界杯决,杀德国的光环,职业前景可谓一片明朗。